近年来气候变迁日益剧烈 气温往往忽冷忽热难以预测 穿着对的服装有助于改善体感温度 而织物的舒适性成为重要的设计指标 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针对不同织物 采用符合国际认证的检测技术 生理舒适检测评估 可模拟人体皮肤温度及发汗 量测其生理舒适特性 热阻抗表示保暖能力 施阻抗表示透湿性能 可应用在重视透气度之衣物 家具织物、车用内装织物等检测 热传导率、热液散检测评估技术 量测智慧机能材料与特定温度之下 指热传导与热液散 运用定温加热装置 用于凉爽、吸湿快干的夏季服 做家用织物之检测 室内照明与温度也可透过窗帘的透光与隔热性达到调节效果 运用热舒适、光舒适性检测 可评估植物的隔热与透光效能 而针对窗帘植物的遮光率 透过光源照射 由光度计模拟人烟感受之强度 量测窗帘的阻隔性能 防止日光穿过窗帘植物 遮阳植物受到日照也会温生 导致室内或人体温度上升 透过隔热率光吸收发热性检测 模拟强烈太阳情境 评估植物遮热效能 以及植物吸收太阳光热之温生效能 在极寒的气候下 外层植物或皮革会受到 极低温冻结的弯折导致断裂 运用低温弯绕检测 测试植物在极低温下是否会断裂 温暖鱼 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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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仿制品多样的测试需求 运用符合多国标准的检验技术 为每一件植物做专业的评估 请不吝点赞 订阅